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福爾斯蒂 今天我們要來屏蔽四款開架化妝水 那這些全部都是不到500塊的 那這次的四款都是我從以前到現在有使用過 然後都還覺得不錯的幾罐 而且今天介紹的都是屬於比較清爽的系列 它都可以全部拿來敷臉的 像我以前啊 我都覺得敷化妝水不重要 也覺得濕敷化妝水很心痛 但是我現在完全不這麼想 我現在的保養就是晚上洗完臉之後 濕敷化妝水或是敷面膜 然後再做後續的保養 這樣皮膚真的有變好很多 後續擦的保養品吸收度也會更好 而且隔天上妝也才會補貼 我後來也才知道啊 皮膚好的關鍵就是保濕一定要做足 OK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混合偏乾肌的話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的第一罐是這個 肌炎的極潤保濕化妝水 那這罐化妝水應該是很多人的心頭之愛吧 因為它用來濕敷臉頰 我覺得還蠻有感的 像我本身是混合然後兩頰偏乾又帶有一點敏感肌 那我之前我都送了這一罐來施敷我的臉頰 然後我再用他們家的濾罐再施敷我T字的部位 這樣隔天就會超油乾 然後上妝超服貼的 而且起床也不會大油肌 那像它這一款有保濕跟清爽系列的 那我兩罐都有用過 那今天介紹的這一罐是保濕系列 它是屬於比清爽系列還要再稠一些些的質地這樣 不過也是蠻好推開的 喔我手好黑喔 它大概是這樣子 它是比較保濕保水的感覺 但是我當初使用它是在我大學的時候 那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有點小貴的 那所以那時候其實都捨不得拿它來濕敷 不過說真的就是濕敷完它之後 我覺得保濕的效果真的很好 尤其又像我兩頰偏乾嘛 那所以敷完的時候就是非常的有感 所以每次敷完我都覺得我的皮膚變得很Q彈 OK再來介紹第二罐 那第二罐也是雞眼的 這個應該是近期新出的化妝水 它是集水藝人維糖蜜C化妝水 那我那個時候在小區看到它 它超大一罐400ml 而且只要299塊 我就惡化不說苗買它 那像我自己試敷了兩週之後 我本身有一點敏感肌膚 所以我有時候試敷到一些不合的化妝水 我的皮膚就很容易泛喉過敏 不然就是兩頰它會很刺痛 那它這款還是主打成分溫和不刺激 所以買的時候真的就讓我很心動 那我近期一個多月 我也是使用它來試敷的 我自己覺得本身還蠻有感的 像它這罐有添加藝人跟維他蜜C的誘導體 所以我就使用上還蠻有舒緩的效果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因為它是化妝水 所以就是非常的水 有沒有 因為它很水 所以很好推 那它的保濕度也是不錯的 那它跟肌炎、急溫化妝水比起來 還是屬於更清床的 所以吸收很快 而且它這一罐真的超適合拿來試敷 因為它真的超大一罐 然後用起來也不會心痛 所以這一罐的CP值我覺得蠻高的 OK 再來是第三罐 藝人氫潤化妝水 這罐應該是蠻多人都有的 但這一罐是500ml 而且更便宜了 它只要250塊 雖然這個已經出蠻久啦 但我在還沒有遇到前一罐肌炎的時候 我都是用它來試敷的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那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水是這種乳白色狀的 超級水的 一道就整個噴出來 怎麼回事 我溫柔一點 對 它就是這樣水水的 給它大概倒在我手上好了 它是這樣非常的水 反正總之它就是它沒什麼味道 那我自己在敷它的時候 我就有點像是多少敷得心安的感覺 再來第四罐是 LABO LABO的 琳毛口景敷化妝水 應該是這樣一面吧 那它之前這一罐還蠻紅的時候 我那時候用它來試敷玩 就直接感受到它超強縮小毛孔的感覺 因為它成分裡還有日本的玫瑰果 所以可以溫和的收斂毛孔 那這一罐呢 是我這四罐裡面 縮小毛孔最有感的一罐 不過它這樣一小罐要400塊 可是這一罐啊 要拿它來試敷才會有縮小毛孔的感覺 但它試敷對我來說真的實在太貴了 所以我就捨不得天天用它 它是比較有一點就是藥的味道 不過是好聞的 然後它是屬於也是這樣 算是清爽類的 可是並不是最清爽的 只是沒有前兩罐就是那麼水 它稍微再抽一點點 可是還是蠻水的 OK 以上就是我介紹的四款開架化妝水啦 雖然四款都還不錯 但我自己覺得裡面CP值最高的是這一罐 登登 因為呢 它是四款裡面拿來濕敷CP值最高的一罐 它也不只是很大罐很便宜而已 它的清爽度跟保濕度 以及吸收程度都表現良好 所以我等於敷完臉之後 再按摩一下 它就吸收了 尤其在我肌膚覺得不穩定的時候 我拿來濕敷 可以舒緩肌膚的不是 而且在我近期使用下來啊 我有用這款來濕敷的話 後續保養品的吸收程度 跟底妝的服貼度都有變好 那如果你剛好是在早 適合天天濕敷又都不心疼的話 又有保濕共足的化妝水 那我很推薦就是基岩的 集水藝人維他命C化妝水啦 ok 如果你有用到不錯的 也是適合拿來師傅的化妝水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大家好 不過我去 Sacred 겁니다 嗨 implication 阿蘇 观看 沒聽過 不能很沒看 可不就是 感谢观看